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王子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個 韋花炒素汁 想知道怎樣做法的話 記得訂閱我吧 好了 材料需要什麼呢 我們當然要一些刺 或者素汁 這個素汁是金黃一點 真的像魚刺 有些外面是白色粉絲 你自己個人喜好 這裏有150克的刺 我這裏有些金華果腿絲 15克 這裏有些冬菇 我用了兩至三隻的冬菇 每個人的冬菇都有大小的 你自己去遷就 我這裏有五隻雞蛋 我這裏是很優質的日本蛋 因為我覺得會比較香 你用普通蛋糕沒問題 這裏有些洋蔥絲 這裏有60克的洋蔥絲 這裏有些狗黃 我也是切了一段 這裏有兩條狗黃 這裏有些銀牙 這裏有約60克左右 這裏有些上湯 這上湯是稍後用來浸魚刺 這個素脂的 讓它入味 也有少許的魚露 和麻油 第一件事 我們就把這個素脂 浸進這個上湯裏 浸進去上湯裏 為什麽呢 就是讓它出味 讓它入味 然後用油炒香洋蔥 然後加入韭菜 冬菇 銀牙 和火腿絲 我們炒的過程 火不太大 用中細火就好 炒完之後 香味出辣 就把這裏 放到蛋漿裏 放入蛋漿裏 放入去 等它浸過 這樣每一個材料 都沾掉蛋漿後 我們再起鍋 下油 然後我們會把蛋漿 倒進鍋裏 用中節大火炒香 同時要用筷子攪拌材料 炒至上下先放一罐數次或魚翅 再炒在一起 再放另一罐魚翅 再炒在一起 就可以上碟了 希望你們喜歡桂花炒素翅 魚翅就知道很多人都不吃 因為不滑步 所以用素翅也是一個選擇 如果還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記得訂閱我吧